项目式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 让学生长期深入地研究真实世界中的挑战 也就是说 学生们不是四季应被既定的知识 也不是走捷径去获取知识 而是在积极解决问题的同时培养多种技能 想要理解传统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的差异 我们可以观察比较一下 学生们在由Lesson先生主导的传统课堂上所获得的学习成果 和他们在由杜女士主导的项目式学习中所获得的学习成果 此次学习的目标是 学习如何设计一座高堂 在传统的课堂上 学生们呆板地坐在桌子前看着黑板 Lesson先生首先给学生们说明了一些物理原理 然后对着那些仍然能够集中注意力的学生来讲解 如何以最佳的设计结构来建造一座高堂 然而在进行项目式学习PBL时 学生们会分成小组坐在一起 这之后杜女士会给每个小组提供20根意大利面条 通明胶带 一根棉线和一些棉花糖 并告诉他们有18分钟时间 去建造一个能够支撑这些松软甜点的高堂 那么这两个不同班级中的孩子会获得哪些知识呢 他们的大脑又会记住什么呢 在Lesson先生的课堂上 所有的孩子都可能会学到一些关于塔的知识 一些孩子可能会得到一些工程上的新知 而从理论上来说 总有孩子可以学会如何去建造一个理想的塔结构 但遗憾的是 仅仅一个星期后 大多数人就会忘记这些东西 然而杜女士的棉花糖塔挑战活动中 激活了孩子大脑的各个区域 并且教会了他们一些关于建筑 创造力 物理学 以及团队合作等方面相关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学会了 如果第一次失败了 依然可以再次尝试并取得成功 他们学会了如何学习 即使几十年后 一些人可能依然会记得当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项目式学习具有参与度高 可能让学生们理解更深层次知识的优势 在该过程中 学生们练习了如何去沟通 形成批判性思维 并锻炼其创造力 因此 通常会获得更好的学习成果 这组数千名学生参与的 随即对照试验表明 项目式学习提高了各学科的学术成绩 明显优于传统式教学 最好的老师 往往会将项目式与传统式两种教育方式相结合 或运用被称为主动学习的课堂模式 这样就能够让孩子真正的体会到 尝试 失败 行动的全过程 以及切实感受教育家们的理论 你对项目式学习有什么看法呢 既然教育只在超越教师所授 重在学生所学 那么 这是不是更好的学习方式呢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登陆patreon.com Spros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 请访问 SprosSchools.com 请访问